终于燕子跟兔子今天合体了 手握手代表团结更是对彼此的信任 地方立委议员簇勇相挺 还有我们沈议员还有沈志会委员 还有后面今天过生日 也要参选立法委员的沿宽和沿委员 燕子兔子终于合体韩国瑜铁人行程 在地市长卢秀燕当然相陪 公布了一个民调 居然我是倒数最后一名 卢秀燕是倒数第二名 还用的资料是2018年的资料 然后呢 2018年资料 我们卢秀燕市长才干了市长七天 一大堆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市议员到高雄市政府跟我抗议 他们真的头发掉了 他们应该到总统府 跟前一任市长成局去抗议对不对 交通部跟前林佳龙市长抗议好不好 卢秀燕比比天空不忘提醒自己震机 天空变蓝空气变轻 更比韩国瑜提早20分钟到庙里等待 展现无比诚意 韩国瑜铁人行程 韩国瑜铁人行程 一天之内连跑21间公庙 北屯北区起家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陪同拜庙展现高人气 两个人更刻意穿着同样的白衬衫 接连几次韩国瑜因为下雨取消台中行程 这一回终于波云见日 战友卢秀燕也现身相挺 用行动破除外界传闻 解中部综合报道